有人说 在如今的中国 每一个做智能出行的人都站在了巨人的肩头 中国互联网 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积累下了云计算 大数据 移动通信等方面的众多技术能力 为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和智慧交通提供了诸多优势 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 正在致力于搭建智能交通中的车联网系统 在位于北京的自动驾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 车联网研发团队今天要在这里安装一种新型电子限速排 与当前城市道路上的限速排不同 这种新型电子限速排可以根据道路的交通流量 以及不同的天气情况实时动态调节限速 它是这个车联网项目的一部分 等我们跟车之间网络联通调试充分之后 我们设一个这个天气能见度的值 那么这块就会实时的动态的变化 同时给车的推荐速度就实时的就有相应的变化 这样它这个车跟路就协同起来了 如果说车联网是整个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中的神经系统 承担着海量数据和信息的及时传输 那么要实现对城市或者区域交通全方位 实时准确高效的管控 还需要一个架设在神经系统之上的大脑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一个城市交通大脑 这里是杭州交警高架道路大队指挥中心 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城市大脑报警后 指挥中心切换上来的视频监控画面 民警到达现场后 一分钟内引导车辆离开事发地 进入引流渣道进行事故处理 城市大脑担负的更多的是 大脑的感知和做出判断 判断出以后需要由我们各种控制系统 来帮助实现大脑做出判断以后的 一些具体的解决措施 城市大脑是将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数据 连接起来 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整合 对城市进行全域的及时管理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是城市大脑迎战的第一个难题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从海量的交通大数据中 眼疾手快 当机力断地快速锁定发生交通警情的位置 自动报警 自动进行信号灯调控 从而提升车辆通行速度 缓解交通拥堵 是城市大脑在智慧交通系统中做出的第一个贡献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极度丰富的一个数据场景 特别适合用零计算的方式挖掘这个数据的深层次的价值 把城市大脑给嫁接之后 我们的任何一个行动 就有可能是叫什么 与时俱进 今天发生的问题 明天就有可能解 因为大脑时刻在算这些数据 在处理这些数据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